大家好我是寶 我們今天要來講 21世紀初最大的假酒詐騙 被騙金額高達上億美金的Rudy Kerniawan 我是正在 新修WCT Diploma L4的品酒師 那我的頻道呢是拍攝一些 名酒的開箱 葡萄酒的知識 賣場超市酒 適合心得 那如果呢你也喜歡這一類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下訂閱鍵 按下小鈴鐺 這樣我們在上新影片的時候就可以通知你囉 Rudy呢他其實是出生在印尼的雅加達 那據說呢他是華裔 他有這一個姓呢叫Kerniawan 是因為華裔在印尼來說應該還是算是少數 所以呢他爸爸就覺得說 假設可以給他一個印尼的姓的話 可能之後比較有好的發展 他是在1998年的時候 用學生簽證來到加州 然後那個時候呢他念的是 加州州立大學的北嶺分校 他大概在2000年的初期呢 就開始進入名酒收藏的拍賣會 然後呢跟那個時候就是 名酒收藏家的這個圈子都非常的熟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怎麼可能很快就跟有錢人變得很熟嘛 但是事實上 假設你講出來的話 或者是你的穿著 或者是你在品酒會裡面忙你 都可以猜得出來哪個酒莊跟年份 然後都很精準的時候 甚至秀出一樣的財力 譬如說你拿出來的酒 就是那種很稀有很厲害的酒的時候 每個月都會花上百元美金 左右在那些名酒的拍賣會裡面買酒 過這麼幾年下來 大概就都相信了 所以那個時候呢 因為他的那個談吐跟橘子 風流倜傥的程度呢 很多人還甚至把他稱呼叫做 Gatsby 的那種風格 就是大亨小傳裡面 李奧娜都演的那一種 風流倜傥的上流社會角色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他不只出入這些名酒拍賣會之外 他還會自己主辦名酒的品酒會 就是有點像一支會啦 但是他們都是帶那種超厲害的酒去這樣子 那也因為他對Romani Conti 就是DRC特別的喜愛 所以呢 酒圈裡面也有不少人稱呼他為Dr. Conti 然後呢他也號稱他擁有 當時地球上最值錢的酒藏 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呢 不乏一些美國的億萬富翁或是名人 上市櫃公司的CEO或老闆 然後呢私募基金的管理人 或者是電影的導演啊制片啊 他就跟當時的一個拍賣行的老闆變得很熟 這個拍賣行呢叫做Aker Merrill 那他的老闆呢叫做John Capon 因為他們就一起常常出入這些很高級的 像是品酒俱樂部這樣子 開始變熟之後 Rudy呢他就邀請John去看他的酒茶 他這麼一看就不得了了 John呢就決定想要將Rudy的一些酒藏拿來拍賣 其實Aker Merrill 是紐約最古老的葡萄酒零售商 公司呢成立在1820年 所以是快要200年現在 那時候100多年 原本是只有做葡萄酒零售商 就是葡萄酒專賣店這樣 但是呢後來John他想要進入葡萄酒拍賣的市場 所以他在遇到Rudy的時候 其實以葡萄酒拍賣商的身分算是蠻小的 所以呢其實他也非常需要這種稀有又 很吸引大家目光的這種有話題性的酒 來沖他的聲量 那在2006年的時候呢 John Capon呢他就幫Rudy 進行了他的第一、二次的拍賣 第一次的拍賣金額呢就高達了1000萬美金耶 對就是相當於是3億台幣嗎 然後呢第二次拍賣的金額就更誇張了 高達2400萬美金耶 8億嗎 那當然後來就有很多拍賣行跟Rudy來接洽 那其實Rudy除了委託給Auction House拍賣之外 他也會私下賣酒給一些 他不是有認識很多億萬富翁嗎 他也有很多私人的管道就賣給他們 譬如說後來大家發現他的記錄裡面 有賣一個1947年的1.5公升裝的 Château Lafleur 8支 但其實那一年 Château Lafleur他只有 這麼大瓶裝的呢 他只有做5支而已 但是因為這個訊息就是非常的不透明嘛 所以呢 還是會有人買 那後來呢就開始有些比較大的拍賣行 想要來拍賣Rudy的東西了 譬如說2007年的時候 蘇富比就拍賣了Rudy的一些酒廠 那其中就包含了 幾瓶1.5公升裝的1982年的旅胖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熟齁 不是!是!我們喝的1982年是猴伯王的 旅胖呢在這支影片講過 有興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那支影片看 那那一期的那個蘇富比的拍賣的目錄的封面呢 就剛好被Lupont的莊主看到 然後呢他就覺得 欸!這看起來好像不是我做的耶 所以他就趕快去通知了蘇富比 然後呢讓他們把酒下架 那這一次的拍賣才取消 那在Lupont的事件之後 Rudy呢他又找回了他很熟悉的 John Capon就是Ecanamara 幫他拍賣 那其中就包含了Domaine Poncel 就是伯根蒂的一個名裝 他釀的特輯元Claude Saint-Denis 那他的那個年份是介於1945年到1971年之間的 這一個品項 但是呢 這一件事情就已經引發了Poncel莊主的這個關注 因為呢他們是從1982年這個年份開始 才釀Claude Saint-Denis 他還特地飛到這個拍賣會上面 然後呢起身跟大家說 那一批酒不是我做的 請你現在下架 然後呢 John那時候在台上才很尷尬 這批拍賣品給取消 再幾次拍賣酒呢 都被下架了之後 他乾脆就都跟記者說 他自己也是買到假酒的受害者 我們也是試圖要把事情都做好 但你知道這是伯根蒂嘛 有時候就是換鳥事發生 而也居然還有拍賣行敢繼續拍賣他的酒 譬如說在2009年的時候呢 加士德還在繼續拍賣Rudy的酒 不過自從那幾次 酒都被下架之後 以前跟他買過酒的人 開始議論紛紛想說 那自己是不是以前 跟他買的酒有可能是假的 就有富豪開始在調查這件事情 在2009年的時候 跟他買過酒的富豪之一 Bill Koch 他就把Rudy呢告上了法院 說其實呢他是在知情的情況之下 賣酒給他們其他的人 跟委託拍賣 那原因是因為呢 Bill Koch無意中發現他的酒藏裡面有幾隻是假的 所以呢他特別聘請了一個調查員 去調查他就是看過他所有的酒藏 他想把所有假的東西都揪出來 因為他對於這件事情是感到非常的氣憤 不知道為什麼在那個年代裡面 大家都好像就是覺得說 不要去觸碰這個問題這樣子 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 當然賣的人絕對不會說嘛 可是買的人可能 有一部分也不想承認他自己 是買到假酒 因為他買的就是要跟人家炫耀的啊 他還去請人調查 那不是顏面無光或什麼 去見價的人 可能會跟買家他是有利益衝突 很多他們可能是拍賣行 以後他想要幫你買更多酒 很多時候他並不會去戳破這些事情或是什麼的 所以就變成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很安靜 都在檯面下 可是呢以Bill Coke這個人的個性就是 我才不要忍下這口氣你知道嗎 好反正呢他就是請了一個調查員 就在幫他調查這整件事情 他們就透過了調查員的人脈 得到了一個前CIA探員拿到的 Rudy那個時候入境簽證 申請簽證的時候不知道要登記地址嘛 那時候他登記的地址在印尼 那一個地址他們派人去那邊問 根本沒有人認識Rudy跟他們家的人 他就開始覺得這整件事情非常的奇怪 覺得連CIA都可以請這蠻厲害的 對但是 畢竟是富豪嘛 你知道他想請誰就請誰 而且我在想CIA如果退休之後想要賺一點外觀 雖然有官司產生 但是Rudy還是想要繼續賣他手上有的酒 那原因很簡單就是 他已經維持這樣子奢豪的生活很久了 他就是以Mercedes的G-Class來代付啊 那當然他每個月都要花一兩百萬 或甚至更多在拍賣會上面買酒啊 還據說他買了一個豪宅啊什麼等等的 那這一些開支都已經讓他到處欠錢 譬如說他也欠拍賣行錢 所以他就變得好像要跟A借錢去還B的錢啊什麼什麼的 這個時候雖然有一些拍賣行已經不會在檯面上面幫他賣 但是呢Rudy他還是可以靠他的人脈私底下來賣 譬如說在2012年的時候呢 光浦拍賣行就拍賣了一批酒 看一些資料據說是DRC啦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也歡迎有人在底下跟我說 那很多在美國的酒友看到這個目錄的時候 他就覺得天啊 一看就是一定是從Rudy那邊是賣出來的 可是呢拍賣行他們又不想透露賣的人是誰 但是拍賣行做一件事他說那好我們請酒莊跟代理商 來見識這些酒好 但是酒莊跟代理商都是拒絕進口商 發了一個很簡短的說明 就說不管是誰想要買這批酒的話 這批酒的真假請你自行負責 那這一批酒呢傳說就是Rudy他透過第三方 就是他先委託給某一個人 然後那一個人呢再去委託拍賣行賣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還是有很多的管道 那剛剛不是說他從2009年的時候就開始有官司產生了嗎 那在經過了一番調查幾年之後 2012年FBI終於正式的逮捕了Rudy Kernia Law 接下來他們就直接去搜查他的家裡面 當場就發現非常多製作假酒的工具 譬如說有幾支酒被放在水槽裡面 他正要把那個酒標給拿下 然後有幾支酒放在旁邊 上面寫說喔這個改這個地址 這個改這個年份什麼什麼的 很多老的酒塞啊 很多新的舊的酒標啦 印章啊 還有各式各樣其他作假酒的工具 基本上就算是最正確的找 那到2013年的時候呢 Rudy才被正式的起訴 這整個審判的過程其實也創下蠻多有趣的紀錄 譬如說那時候他們訂的那個開庭的日期是2013年的秋天 但是因為秋天呢就遇到酒莊要收成嘛 那他們想要傳喚那一些法國的莊主呢 他們都不可能在那個時候出 那所以呢法院也就順應就是酒莊們 把開庭的日期呢就順延到2014年的5月 就是等大家的酒都已經都做好了 輕鬆沒有什麼懸念了之後 再來美國 你看他們是貴為是莊主 在做酒的期間 或是收成的期間 是不能隨便離開那裡的 你就是要眼盯四面這樣 我覺得也是可以反映到他們的堅持跟他們的品質上 另外一提的是 Rudy的判決呢也是美國的歷史上面 第一個因為假酒詐欺被定罪的人 那他總共在監獄裡面呢蹲了10年 一直到上個月2021年4月才被放出來 那當然一放出來之後就馬上被遣返回雅加達了 所以呢對於Rudy來說呢這件事情就是到這邊 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呢 他這整件事情呢也被拍成了一部紀錄片 這部影片呢就叫Sour Grapes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只是呢對於其他的酒友跟這個市場來說就還沒有玩 據說現在呢這個世界上 應該還有五億五千萬左右價值的這個 假酒 都還散落在各個收藏家的酒庫裡面 所以如果呢 你是在找這種老年份的波爾多啊 或是伯根蒂啊或是名酒的 在買的時候真的真的真的千萬要小心 很多人啊是會很好奇說 他調出來的酒怎麼可以騙過這麼多的人 其實如果你現在上網就Google一下說 喔我要找Rudy的那個配方的話 其實是可以找到一些他當時的那個NO 就是他不是說FBI衝進去然後就沒收很多他的東西嘛 對他裡面有寫說 喔他是用什麼什麼東西來調什麼 譬如說 他的一瓶1945年的魔痛呢 是用半瓶的1988年份的Pichon Loqueville 跟四分之一瓶的已經氧化的波爾多 再來另外四分之一呢 是用Napa的Cabinet來混 那另外一個調法有一點類似 是用1988年的Cost Estronella 跟四分之一瓶的Shadow Palmer 跟四分之一瓶的2000年的加州Cab 所以呢 基本上他在調製這些東西的原料 我們剛剛說什麼1988年的然後名裝 價格就已經不便宜了 然後呢其實我有在美國的一些葡萄酒論壇上面 看到有酒有剛好也是收藏家 然後他剛好有1988年的Cost Estronella 就想說那他自己來調 調完之後呢 他就拿去他們也有一支會 然後拿去給大家喝這樣 那在盲癮的情況之下呢 基本上大家都會猜說 喔他大概是一支1980幾的酒 就很少有人會猜在更老 所以基本上在盲癮的話呢 你是不會真的猜到什麼1940幾年這樣子的東西 那那個論壇上面其實也有很多酒友分享 就說喔他之前自己也買過Rudy那時候買的酒 他說其實他喝過很多Rudy的酒呢 都會覺得說 好像那個味道並不是真的很像是酒標上面他寫的那樣 可是 因為他用來做假酒的那些酒 其實也都還不錯 他是用1988年的名裝 然後去模仿了一個更大的名裝 然後更老的嘛 如果你這輩子從都沒有喝過 這一個酒中的這一個年份的話 有一天你有了錢 然後買了譬如說1945年的Motone回來了 那你把它打開來 他真的是非常的年輕的時候 然後你心裡面會不會覺得非常開心 不知道我得到的這一個酒 狀態好好或什麼 所以他說 假設這些酒呢 你在有警戒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可以感覺出來他不是真的 但是呢 你在很雀躍或是很想跟人家炫耀 或是在聽別人炫耀或什麼等等這種情況之下 有的時候呢你就真的會糊塗了 就算他說他承認他自己也是2030年的老酒咖 或是酒的收藏家 那其實在Rudy的這個事件之後呢 有蠻多的波爾多伯格蒂的名裝 或美國的名裝 對於葡萄酒防衛這件事情 開始比較注重 譬如說以那個Shadow Palmer來說 就是2009年的年份之後呢 他上面呢都洗紙的旁邊 就是封條的那個地方 會附一個泡泡的紙 就是那個特殊的材質呢是 酒莊在出廠酒的時候呢 每一瓶酒他都會有這個隨機產生不同的那個點狀的這個模式 他下面會附一個這個二維的條碼 你掃了進去之後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這支酒他上面應該是怎麼樣子的 然後就是泡泡搭配二維碼的這個機制呢 現在也有蠻多酒莊在採用的 剛剛除了講Pomer之外 還有Margau或Lafee啊 有一些酒莊呢就用另外一種方式 譬如說像Lupont酒標的後面 它貼一個NFC的芯片 你如果用他們的特殊APP去掃它的話 它就會出現它的身份證 就類似這種意思 那這些東西呢都是比較難偽造 那當然防偽技術也不只這兩種啦 如果呢大家還知道 就是哪些名妝用了哪一些防偽的手法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跟我們分享 好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